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国小国语 诗歌概说一 童谣猜谜 名侦探大挑战 各位小朋友 在开始介绍诗歌之前 我们先来玩一个猜谜的游戏 这些名语都跟诗歌有关哦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 一只竹鸟轻轻飘 摇摇摆摆上云霄 本想乘风似在飞 却有绳子绑在腰 猜猜看从字面上 我们可以想想看 它的答案是哪一个物体呢 想到了没 好 如果还没想到的话 老师这边就来提醒大家 猜谜的诀窍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名侦探克兰那么厉害哦 请仔细听下去 一只竹鸟轻轻飘 想想看这句话里面的哪一个词是非常关键的词呢 有没有发现里面的竹鸟事实上是非常非常让人家注意的关键词 表示这个物体是像竹鸟一样它是会轻轻的飞起来的 摇摇摆摆上云霄 关键词在哪里呢 摇摆摆摆是形容它的姿态动作 上云霄呢 代表它可以飞到天上去 所以表示这个物体 它像鸟一样 可以在非常非常高的天上飞来飞去的 本想成风自在飞 所以呢 它不只是可以到天上 而且是随着风 才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 表示它的飞翔是跟风力有关哦 最后一句 却有绳子绑在腰 表示这个物体呢 除了在天上飞以外 它还被一根绳子绑住 那想想看 像鸟一样可以在天上飞来飞去 而且遇到风 可以自由自在飞翔 可是却有一条绳子绑在它身上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想到了没有 答案就是风声 你猜对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其实童谣跟谜语跟诗歌呢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初的诗歌其实就是这么有趣好玩 接下来 我们来再重新复习一下这首童谣 一只竹鸟轻轻飘 摇摇摆摆上云霄 本想成风自在飞 却有绳子绑在腰 小朋友们发现这首诗的跟后面风筝画面 经过这样的解读 你就可以重叠在一起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诗跟画面 好 接下来看看第二题是什么 输了个时髦的发型 绑了个大红的领结 高坐在电视机上 在客厅最醒目的地方 管他黑珍珠水蜜桃富士苹果都比不上他来的旺 好 小朋友看看这首非常有趣又很生活化的诗 有没有办法用刚刚老师教你的方法 找出关键词来猜猜看它是什么呢 想想看 想到了吗 跟着老师一起来解谜看看 首先输了个时髦的发型 所以表示这个物体它有一个头发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句 绑了个大红的领结 表示这个物体常常会习惯在他的身上绑一个红领结 高坐在电视机上 表示它是常常出现在客厅里的东西哦 有没有发现这三个举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呢 它们都是水果 都比不上他来的旺 所以表示这个水果是跟旺有关的 猜到了吗 答案就是我们最常在客厅出现的代表吉祥代表旺的凤梨 小朋友们发现这首诗的字跟词虽然比刚刚的那一首风筝更多 句子形态更自由 但是呢 其实它也更贴切我们的生活 有没有发现诗其实是跟生活非常贴近而有趣的呢 好 最后我们再出一首比较难的 比较像现代式的诗来考考大家 远离转的诗来考考大家 远离轩腾的世声与霓虹 自我放逐的影者啊 远离转在暗夜的草莫 坚持一盏如豆的青灯 寻寻寻觅 秘密 失落已久的 清明 想想看 有哪样的生物 它在市区看不到 只有在郊区 没有人的地方才可以找到 它在晚上才出现 而且出现的时候 会发出如豆的灯光 答案就是我们常常见到 小朋友最喜欢的 萤火虫 小朋友发现 这首看起来 好像在写一个人的诗 其实 它背后写的是萤火虫 可见作者事实上 已经把萤火虫的移动 以及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性 融入到诗人心中的情感 思想里面 在它看中了萤火虫 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想法一样 所以萤火虫在晚上来来回回 就像诗人心中 也在夜晚来来回回 寻找自己 失落已久的清明 这种把情感寄托在 外在生物的诗作 是诗人常常用的表现手法 有没有发现 这样的诗事实上增加了相当多的丰富性跟趣味性 又可以跟生活结合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其实呢 诗歌是在儿童学习当中非常重要的启蒙学习题材 古代人还没有学任何文字之前 他们就会常常念着童谣 念着一些儿歌 朗朗上口来开始学习语言 学习文字 从儿童诗到现代诗呢 事实上是有一段的历程的 那不管童诗也好 现代诗也好 他们非常重视的就是把生活当中的景物 或者生活当中所遭遇的事情啊 情感啊 思想啊 结合在一起 将所见所闻 以及内心的感情感受 加上自己独特的想象力 就可以炒出一盘诗歌的好菜 就像刚刚看到的那三首诗 本来是平易近人 很生活化的 萤火虫 风筝 或者凤梨 经过作家的巧思跟想象力以后呢 就变成一首非常有趣 又充满情感跟想象力的诗歌 有没有觉得诗歌 事实上是非常有趣的课题啊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